好 主播其實來帶你關心這個颱風的最新動態 其實在今天下午這個颱風登陸之後 現在在宜蘭這邊是可以感受到風雨是有明顯的趨緩 這個風勢現在是比雨勢還要來得明顯一點點 不過在羅東夜市這邊其實平常的週末假日 都是應該要擠得水泄不透的狀態 就是因為受到颱風的影響 在今天星期天很多的店家都選擇了關門沒有開店營業 那也有業者表示說生意真的是差很大 來聽一下稍稍的訪問 稍稍差不多兩三成以上 對 所以過往的週六週日比起來 對 比較少人 所以你以前的人潮大概是怎麼樣 是會擠的 不能 擠的 推擠的 今天就比較少人這樣 那今天你們的生意大概差了多少 跟你預期的差不多嗎 我差不多差七成吧 對對對 所以你本來就有預期到颱風天人這麼少嗎 還是比你想的還要更低 想的更低 對對 都沒有什麼人 好 那也有其他的遊客提到 因為這兩天受到這個颱風的影響 本來出流的行程 可能多少都是有被打亂的狀態 那還是要提醒大家 因為明天這個宜蘭縣府是有宣布說 是正常上班上課的 但是因為這個雨可能會是一路的去下到這個星期二 所以明天出門在外的時候 都可能還是會有這個間歇性降雨 或者是這個強戰雨的發生 提醒民眾明天出門的時候 要記得帶把傘了 以上新聞講到請先選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在網上課宣布 有宣布 在網上課宣布